好,再来17题 我说100元的钞票有一大跌 有几张 我不知道 三张一数 四张一数 六张一数 都刚好数完 那请问你 这跌钞票至少有多少元 OK 所以我们先来算几张吧 你知道这个东西除以3 除以4 除以6 都整除 所以框框绝对是他们的最小公倍数嘛 好,所以 找3 还有4 还有6的最小公倍数 所以就会得到12 好,对不起 我再重启一次 3 4 6的最小公倍数 就等于12 好,你可以怎么想 你找最大的那个数是6 6的两倍12 12对他们来讲有没有都倍数关系 有啊 那最小公倍数就是12 好,当然你还是要乖乖写的话 还是要乖乖写 看如果是计算题 你当然是要把这个算式给老师看 这是3 4 2 好,再变这里是2 1 2 1 所以我们知道L乘起来 诶,怎么又没有用到 L乘起来 12 好,那12张 每一张是100块的 所以至少会有1200元 OK 对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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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